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 祂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看将来可能的变化是什么 那谈到这个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动态 那么我们谈到过 现在整个宗教的分布 在哪些地区 哪些宗教比较形旺等等 那么谈到这个宣教的状况 哪些是我们是属于叫为德之民 哪些地区是我们未没有达到的地方 那么我们已经做到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以圣经来讲 目前有80%的人口 全世界有60亿人口 80%的人有他们自己语言的 全本的圣经 新旧约圣经 当然有的意思并不代表说 他家里有一本 而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应该 你要看有一本中文圣经给你看 所以中国的12亿人口都算有了 但是12亿人口有没有家里没有圣经 有 一大半以上都没有 他不是基督徒或者他拿不到 所以至少他有他们语言的圣经 有80%都有了 还有另外10%的人呢 是只有新约没有旧约的 就翻译的 翻译完了新约没有翻译旧约的 至少90%的人能够看到一部分的圣经了 那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很可能到2025年 就二十几年之后 我们盼望能够达到95%到98%的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圣经可以看 只要他愿意 他可以看到他自己语文的圣经 所以圣经的翻译 那么这一两百年以来呢 进展很快 非常的普及 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优势 相对来讲 如果你说佛经 佛教方面的发展 佛经怎么翻译 佛经的翻译 是佛教发展的致命商 不但佛经很多 你要翻译哪一本 这都是这个问题 那佛经用多少种语文 可以让全世界人可以看 那除到中国跟传统的佛教国家以外 真正说起来 这个佛经的语文的普及率 相当低 我相信四分之一不到 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下的人 有他们自己语文 你都可以看得懂的佛经 这是在宗教传播上 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圣经有了 并不知道福音已经传到了 还差得很远 那如果我们要问 全世界六十亿人口里面 什么叫做为得之民 没有得到的 没有听闻福音的人 这个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 那有一种定义是说 假如在这一种文化的 种族和部落的里面 不管他多少人 他连一百个人 一百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 团理都没有的话 那比方说这个理念的 基督徒的比例太低太低 几乎等于不存在 这个意思 不然你要说 百分之一算不算呢 百分之二算不算呢 台湾的基督徒人口 只算百分之二 那百分之二算是有还是没有 算是福音传到呢 还是福音没有传到呢 但是如果说一个种族一个文化的人 他们连一百个人的教会 或一百个人的团契都没有的话 算是几乎叫做未得之民 那这样的人的话 全世界六十亿人口当中 有三亿八千万的人 三亿八千万 大概是百分之六左右是没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不但专服音有人信主 而且他们能够组成相当 这个有活力的一个教会或团体 那所以这是少数 但是至少是能够成为有活力的教会 在他们的这个民族当中 所以还有一些距离 我们需要去努力了 那么再来呢 我们现在有宣教士很多 这宣教士看怎么算 大概算起来是二三十万以上 那有的人短宣的宣教士也算 有些只算长期宣教士 那么总而言之 在几十万的宣教士里面来讲 如果你说宣教士派去什么地方 在什么样的对象里面来讲 那么有一种的调查是说 在回教徒 佛教徒和印度教徒 这三个最主要的异教来说呢 这个基督徒宣教士比例最少 几乎每十万个人 找不到一个宣教士 非常非常起少 所以将来我们是需要 怎么样去呼召更多 比如说有心向 回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 有心向佛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等等 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挑战的问题 十万个人不到一个宣教士 那其他宣教士在做什么呢 其他宣教士可能在美国很多宣教士 美国是基督徒很多的一个国家 还有很多在美国继续在做传福音的工作 不是说不要做 不过就发现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有一个意向 应该有一个优先次序 越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 宣教士越少的地区 越是我们该鼓励宣教士去到那里 那再来一个呢 将来的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宣教士慢慢在增加 第三世界包括什么呢 现在增加最多的是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韩国 韩国可能十年前宣教士大概两千个不到 现在已经超过一万甚至快到两万了 所以韩国的宣教士大量的增加 然后另外呢像印度的宣教士增加很多 那印度宣教士大部分在本地 但你知道印度种族很多的 所以有些人说有三百多种主要的差别 那看你要怎么区分 所以很多是属于在印度的印度人 但是跨越种族就是说 从自己种族到另外一个种族去传福音的 像这一类的宣教士印度很多 所以总加起来来算的话呢 现在目前是说不属于欧美系统的 属于第三世界的 这种的宣教士大概目前的比例 从1990年占13%左右 一直到今天来讲 可能都已经超过25% 换来说四分之一是第三世界的宣教士 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太大的改变 将来我们中国的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 也开始有人先生做宣教士 而且环境 各方面的环境 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 也容许我们出去成为宣教士的话 那很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 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宣教士会来自于第三世界 所以宣教不是白种人的特权 宣教不是西方到东方 不是西方到非洲 宣教将来很可能是第三世界的人 走向世界 包括中国 我们中国的人应该起来投身宣教 那么这是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那么因此 如果从一个地图来看的话呢 你就发现宣教士主要从哪些地方出来 那么在这个地图里面深紫色的 就是主要裁判宣教士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在美洲很明显 美国加拿大是主要的裁判宣教士的地方 在欧洲来讲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英国 荷兰 德国 还有北欧的三个国家 芬兰瑞典 这些国家 那么还有澳洲 纽西兰 南韩 那么这些地方的紫色地区的国家 就是说这个国家有超过一千个人以上的宣教士 就是紫色的国家 不管你人口多少 超过一千个人宣教士 那么其次 从两百五十个到一千的 所谓的深蓝色的地区呢 包括巴西 巴西有蛮多的宣教士 那么巴西的宣教士去哪里呢 大部分在亚马申和一带 他们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 所以巴西的宣教士 现在增加了很多 南非有不少的宣教士 有些在非洲里面 有些甚至派到别的国家去 所以南非也是属于这种宣教士不少的国家 那再来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宣教士是参加天主教的 那天主教的宣教士里面呢 很多来自于西班牙 然后另外呢 很特别的是日本 日本基督徒很少 可是他们的宣教士 导士还不少 超过两百五十个人的 所以日本的基督徒很少 可是宣教士不少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等级的 第三个等级就是从五十个到两百五十个的 那这类的宣教士的国家呢 比如说在南美洲的很多其他的国家 像阿根廷啦 像智利啦 当然这些的宣教士 我们现在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士 是不包括天主教 基本上我们是不包括天主教 所以我刚刚说的一个西班牙那边的话呢 应该所说的是刚刚说错 就不是在天主教里面 是在基督教里面的 那所以中南美洲也有一些宣教士 然后非洲有些 那非洲很多的宣教士 实际上就是跨越国家 或跨越部落的这种宣教士等等 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这些宣教士开始在慢慢增加 是第三世界宣教士的人数增加了 那最后我们就谈到 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谈到将来宣教的挑战好几个方面 第一个异教跟新兴宗教的一个挑战 异教的挑战就是说 回教的挑战 佛教的挑战 和印度教的挑战 基本上在我所知道的 印度教来讲 他们的宗教基本上是局限于在印度人里面 所以印度教 基本上不是那么积极的 像非印度人宣教的 传他们的教 但是比较积极的 一个是伊斯兰教 就是回教 一个就是佛教 那么以回教来讲 他们基本上的挑战 主要来自于当然 只要是回教国家的话 那当然是 好像铁桶一样 是滴水不漏 不让你进去 但是另外呢 在非洲 非洲 沙哈拉 沙漠 以北以然是很明显的 以北都是伊斯兰教国家 以然大部分是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 可是这条线慢慢在转移当中 很明显的这些年以来呢 这个基督徒跟回教徒的这个 沙拉沙漠这条分界线 已经往来移动 换来说 这个沙拉沙漠以来 本来有一些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 地区 现在慢慢变成回教 正压 而且变成主要的 所以回教徒现在是很激进的 去传他们的一个宗教的 那么种种的这些现象 那么另外一个佛教来讲 佛教大概目前最激进的 大概是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的佛教非常的兴旺 可是相对来讲 其他地区的佛教 不见得是那么样积极的往外扩张 比如说东南亚的佛教等等 正是中国大陆佛教 经过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以后 现在的过程慢慢 希望能够恢复 大概要离恢复到1949年以前 中国佛教的这种人数光景的话 大概还有相当长一段路 唯独台湾地区的佛教呢 是非常的兴旺 所以的确对基督徒来讲 产生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叫做传统的 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型的宗教 新兴宗教团体又不一样了 这些就是非佛 非道 非基 也不是基督教 也不是佛教 也不是大教 有时是混杂型的 这一类的新兴宗教团体 也是对基督教发生很大的挑战 他们成长也很快 他们成长也吸引了许多的人 比如说在台湾早期我们知道 有青海无上师 现在台湾还是有 不过现在人数好像似乎少了一些 或者是比较活动比较少 因为青海无上师 现在好像种种原因 很少回到台湾来 那么像这种新兴宗教团体呢 这是日新月异很多 而且在欧美国家 日本都有 新兴宗教对基督教的发展 的确是一个挑战 我们怎么去面对 我们必须了解回教 我们必须了解佛教 你才能够跟佛教徒传福音 我们不能够依据一个 我们所片面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一种先祿为主的成见 来说佛教是这样的量 然后想要跟一个佛教徒传福音 所以常常我说我们 不够花时间去真正的了解 异教徒 他的思想 他的信仰 以及他的心情 那所以在传福音当中 对这些东西 我们需要花一点工夫 去真正的了解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想法 然后求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跟他们来传福音 那么第二个 未来普世学校的一个挑战 就是都市化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下半 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是大型都市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农村的人口 一直往都市移动 这是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尤其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 未开发国家 或者将要迈向开发国家的 这些国家来讲 都市化情形格外严重 西方国家因为发展的缘故 所以这个都市化 就是人从乡村 往都市移动的情况下 并不太多见 因为他们有两百年的时间 从工业革命开始 一直改变的话 所以是渐进时的改变 那么现在差不多就是到一个某种的平衡状态 第三世界不一样 他们是从农业社会 要去到工业社会 那工作机会就在都市 所以因此农村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都往都市走 越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都市化的情况 就越来越严重 那都市化的问题 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经济因素 可是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很多人永去都市以后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起居 他们所住的 他们所有的一切 可能都是很糟糕的 因此这个都市化 造成一种贫富悬殊 更加严重的情况下 教会在这个情况下 扮演什么角色 你如何像这样的人 传福音以外 你提供必要的一些帮助 因此都市化是一个挑战 那现在全世界 超过一千万以上的 所谓的大都市 大多数在第三世界 阿根廷全国人口 在一个都市 就是首都布宜洛斯艾维斯 全国一半在那里 你看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几乎就是那个首都 就是全国人口 三分之一一半在那个地方 你就发现这个都市化 进行多么严重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 教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教会如何帮助在都市当中 受欺压的 受忽视的一群人的 教会有多少力量 能够帮他们呢 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宣教上来讲 我们必须考虑 同时这也是属于 叫做福音跟社会关怀 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因为自由神学的影响 以至于在教会里面 变成有两大派别 福音派的人 强调灵魂得救 那至于身体的病痛的需要 等等的话 变成次要的 将近自由神学的 所谓的自由派的 这些教会和信徒呢 相反他们叫社会福音派 社会福音派呢 就想到社会改革啦 医疗制度啦 设大学啦 他们的钱都花在那里去 但是你要问 他们传福音吗 他们带人信主吗 那就变成次要了 所以两个各走极端了 一个偏重做社会的改革 社会的福利 社会的关怀 一个专门偏重只注意到灵魂得救 其他的平平安安去吧 所以这两个极端 洛杉福音会议 基督教的领袖们在一起开会 承认这是错的 不应该把两个分开 要合在一起的 因为从初期教会开始 你就看到 当时的基督徒 做很多所谓的社会工作 他们收养孤儿 然后死人 死在路边的 他们去收私 这一类的见证成为吸引人信主 很重要的原因 那时候没有分 什么社会福音 什么灵魂得救 统统在一起的 历代的宣教运动 福音运动里面 都看见一件事情 都是社会关怀 跟传福音 灵魂得救 是在一起的 所以因此 都市化的挑战里面 教会 基督徒 不应该忽视群众的需要 只不过 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你要亮丽而为 你怎么做 一个贫民窟 有这么多的人 一个教会能做多少呢 所以今天台湾的教会 很多很流行 所谓的社区关怀 用社区工作带领教会 观念上不是错 可是我们需要有智慧 你要怎么做 整个社区来讲 台湾的基督徒人口 是全部人口2% 不到3% 你两个人 能够做98个人的工作 你能够供应98个人的需要吗 也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做什么 怎么个做法 这是都市宣教里面 必须考虑的问题 不是说 要不要做社区关怀 是应该做 不过你必须考虑的问题 问你自己的事 我做什么 是真正他的需要 同时做什么 能够帮助他 让他 看见自己灵魂的需要 这是我真正要给他 真正能给他的 第三个是移民潮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个经济的变动 普世的 所以地球村的观念开始以后 这变成全世界的人口的大移动 这好像是打麻将的时候 重新洗牌一样 然后经济整个次序改变了 因此 这些科学先进的国家 富者越富 他拥有科技 拥有资金 可能他人口少一点 不过没关系 他把工作交给印度去做 交给中国大陆 越南去做 但是他是资金的拥有者 他是科技的拥有者 他甚至也有市场 那么这些穷的国家 如果你有资源 有一些材料 原材料 那也罢了 或者你有非常非常便宜的人工 你还有一点 可以分一点这个利润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那这样国家人怎么办 他没有原谅 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廉价劳工 也没有很大的消费力 他没有市场 然后交通不方便 可能什么要求他们都没有 没飞机 卡车运不到 那你做的东西 怎么运出来呢 那这些国家将来 在这个商业 工商业的这个普世化以后 他成为一个受害者 那这些人 这些国家的人 没有工作可做 合法的也好 非法也好 就全世界跑 所以在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 全世界有几千万的人 不住在自己的国家 有的是经济难民 有的是非法移民 也有的是为了逃避战争 不管是什么原因嘛 就离开自己的家乡 因此这个移民潮 成为一个趋势 也成为教会的挑战 就是说同样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 这样的移民潮 因为对这些 离开自己故乡到外地的人来讲 其实这是一个传福音的 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既然离开自己的家乡 孤立无援的时候 任何能够伸出援手 他都非常感激不尽 他在自己的家乡 可能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也好 他有民间宗教的一个诱惑也好 他想 但他也走不出来 可是当他离开自己的家乡 这个包袱 这个限制没有的时候 这成为他接受福音的 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实际上很重要 你必须在他 刚刚进入新环境的头一两年 向他传福音 让他有机会信主 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以后 机会就过去了 所以移民潮会成为一个机会 那么换掉说 现在的宣教工厂 以前我们是要去 到他们住的地方去 现在是 因为外面环境的变化 神把这些人 带到你家门口来了 你要向非洲人传福音吗 你可以派人去非洲 但是可能在你住的镇子里面 就有三百个 那一个地方来的非洲人 在你的村子里 在你的镇上 你要不要做这种宣教工作 所以 后方前线 在二十一世纪 不是那么明显了 所以你要传福音的对象 在你家门口 你要想回家住传福音 你去沙尔地阿拉伯 固然可以 在我美国 我所住的波士顿 波士顿只有五千个 沙尔地阿拉伯的人 你可以在那边向他们传福音 而且可能更自由 知道国家现在没有规定说 你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那他们可能心也比较开放 这些移民潮 可以说是一个挑战 移民潮 也是一个新的机会 甚至 我们听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沙尔地阿拉伯 一个皇亲贵族回家的时候 他女儿来跟他爸爸抱一下 抱完以后 女儿高高兴兴的 就连蹦带跳的 欢欢喜喜的就走了 走的时候 一边走一边跳唱歌 唱什么 唱耶稣爱我 我知道 这爸爸一听 谁告诉你耶稣爱你了 哇 大大的生气 后来发现 原来他的保姆 他保姆是菲律宾人 可是这个保姆 不仅仅是个保姆 这个保姆 是受过训练的 当然 我没办法查证 不过据说 有新加坡的弟兄 招募了一些 这种新加坡 这个菲律宾 要去外地做 做女佣的 这些人 是基督徒 那加以一个简单的训练 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原则 然后他们到哪里 到回教国家 到沙尔地阿拉伯 在这里回教国家 做女佣 然后他们呢 可以伺候太太们 孩子们 因此 他们用这种 经济的移民潮 反而变成一个 宣教师 这好像 我们说早期的时候 不是莫拉维亚人 把自己卖作奴隶 为了去宣教 今天移民潮 也可能 虽然是一个 环境的变动 因为是不得已的 但是也可能 它可以成为 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正如 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 信徒被迫逃亡 可是他们走到哪里 福音传到哪里 所以移民潮 可以成为一个 传福音的机会 问题是 我们怎么把它们 组织起来 怎么去运用 怎么决定去哪里 最后一个 科技的挑战 也是一个宣教 他们的一个 大的 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科技上的发展 所以用网 网路 各种方面 所以过去 你福音传不进去的地方 现在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现在网路 无所不到 无所不 不穿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 整个宣教的方法 跟以前 非常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一个 科技对我们的 一个挑战 但是科技 当然提供好东西 科技也可能带来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可能花时间 看电脑的机会 多了很多 那根据美国 最近一个调查 就是说 有五千万的美国人 将来他 什么教会都不会去 他有任何宗教的问题 他有任何的 这个心灵的问题 以前会去找神父 找牧师的 现在的上电脑 然后上网站 去找个答案 所以这五千个人 是不会踏入教会的门的 那么 这个时候 你传统的 传福音的方法 可能对他们 不一定有效 那怎么样去做呢 所以科技提供机会 科技带来威胁 科技带来一些问题 这是将来宣教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没有提供什么 具体的答案 给我们大家 那我相信 每一个人 就要运用神所 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也需要 及时广义 比较有创意的 提出一些方法 来面对 异教 新兴宗教的挑战 来面对都市化的挑战 也面对 这个宜兵朝的挑战 同时也面对 科技的挑战 所以在整个 宣教历史的课程当中 我们看到过去 神从始祖时代 在每一个时代 神自己奇妙的作为 每个时代 都有神所呼召的 一些人 顶身而出 执行神所 给我们的大神 传福音 但是每个时代 可能都有犯过一些 不同程度的 不同形态的 一些错误 盼望当我们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的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会犯过去 重样的错误 我们从前面的 这些典范 能够学到一些 属灵的功课 教训 成为我们今天 面对未来的时候 一个帮助 这是整个宣教历史 这个课程 需要能够提供的 也盼望 这个课程 在你一生中 能够带给你一个 新的亮光 新的启示 让你这一生 成为一个 为主传福音的人 成为一个 使人蒙福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是的 在我们面前 有极大的挑战 但是也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主求你让我们 好像保罗所劝我们的 就是你既然 把这和好的福音 赐给我们 你也把那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已经赏赐给我们 主求你让我们 不是只是空战地图 不是只是自己享受 天国的福音的好处 而是愿意 起来与人分享 主因此面对 未来的许多的挑战的时候 主求你 加添我们的智慧 加添我们的能力 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愿意来追随你的脚踪 按照你的旨意而行 谢谢你带领我们 整个的节目 让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 在我们生命中 能够给我们的帮助 垂听我们众人 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这个节目 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强我们神的殿 年芬 他也将能逼到教训我们 祝多母神这个 kardeş 子路 sins 祝多父 祝多母神的乐 祝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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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